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 我是傅茶 我是张震 我们今天进入到本年度的最后的一个地区 就是齐鲁 齐鲁当然知道就是山东了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台湾对山东的理解可能还蛮多的 台湾很多山东人 山东饺子 山东大馒头 对 我们这次讲山东讲齐鲁 我们先从山东的地理来去解读山东 如果大家去Google地图就看很清楚 山东其实当然我们讲有齐跟鲁的两个部分 可是你看地里山东很有趣 山东实际上是相当于就是伸出一只手脚到海里去 到深入黄海去对不对 那个叫焦东半岛 它上面是很多山跟丘陵 然后中间母体的部分 它其实是在中间有一个淡黄区 也是丘陵跟山 那这个山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泰山 登泰山小天下 蒙山对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 那边有很多山构成 然后我们当然就是我就简单讲 就泰山以泰山为核心的丘陵地带 正好在山东的中间 然后这个山中间旁边都是平原 就连接黄淮平原的平原 对就是它往南边 往南边走跟江苏接轨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黄淮平原 就是以淮河跟黄河为中心的平原 那往北方呢 其实也是黄河跟海河的平原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黄河这条河我们之前讲过 白尾 它白尾神龙白尾 它到了郑州以后 它摆了好多次 它在历史上至少往南摆跟往北摆 至少摆了四五次 所以就一下在山东的上面 一下在山东的下面 对 它制造出非常好几次很大的黄泛区 对不对 所以那种平原的泥河的黄泛区的经济 受到很大影响 那请问它为什么 因为它白尾 它没有办法直接穿过山东呢 就是因为泰山的关系 泰山挡着 因为泰山挡住它 它只好往南走或往北走 这就是记住我们山东的核心的 相对高的高地 就是中间的泰山 宜山 蒙山 然后山东所有的河流 都是从当中发源的 要不往北走就流入到海河 要不往南走就流入到淮河 对 当然黄河一会往北走 一会往南走 有时候会夺海 有时候夺海 就是总而言之会搞得很混乱 因为这种混乱呢 也导致山东的西北部跟山东的西南部 其实是比较落后的地方 我们知道西南部就是水博梁山 所在地嘛 就梁山就在那边 梁山部就在这 对 那它西南部呢 就是什么 就是今天的河南 安徽 江苏跟山东四省交界地带 就是徐州那一带 那一带从宋代以后 就是盗贼出墨 政治又不正确了 要小心给大家告我 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很多史料记载 那边出现非常多的盗贼 苏元璋也是那里起家的 那边是种高粱的吗 那边不是种高粱那边 种高粱你说是那个 如果是那个墨岩 山东都在墨岩那个红高粱 它其实是在那个靠近郊东里面种高粱 墨岩是在已经到郊东半岛那边 对 高粱其实是非常满洲的产物 以后我们有机会讲 说那个郊东半岛跟满洲的关系 其实非常密切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 这个黄泛区产生的这个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 然后整个的社会普遍的散沙化 跟黑社会化 出现了就是类似水浒那样的情况 打家劫舍 替天行义 打的那是替天行义的名义 实际上我觉得你会看到 他其实是劫富并没有济贫 其实水浒传是劫富并没有济贫的 那我们看到那个像明代的小说 金平梅所记载的那个 也是山东吗 就是金平梅不是他以西门庆为核心吗 他那个市井生活 他是跟大运河相关 可是你看到那个西门庆 作为一个当地的 类似于公安局局长一样 又开店 然后又开始打通官府关系 然后他私生活非常的混乱 就是西门庆那样的一个人 也是典型的 我觉得是在那种 黄泛区文化当中 能够产生的人 就是一个社会已经秩序破坏的时候 就会冒出西门庆这种人 那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这个中国 如果秩序 但无法维系的话 他的民间就会产生这种人 就他身兼当地的所谓的警察 黑道跟公安局的那个身份 同时又经商 然后呢 他就是这个 其实又是黑道头 对 他如果他也在有一些男性魅力的话 他其实会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是很吃得开的 那就是西门庆 这个我们讲到山东 算讲西门庆去了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山东核心区 我觉得你会发现说 今天山东所有的重要的城市 都是围绕这个中间的淡黄区的山区展开的 比如说这个山东的省会叫做 叫做济南 济南 是在这个北边 最北边 然后再往东边走呢 就是变成资博 再往东围坊 再往下林 林仪 然后曲府 济宁 可能这些地面 我相信可能我们台湾的听众都不是很熟 济南当然熟 林仪也很熟 林仪很熟吗 因为台北有林仪街 林仪街 曲府也很熟 曲府因为是孔子的关系 对 那就是这些城市 基本都是围绕这个中间的山脉区展开的 它都很难在黄泛区展开 这是中间这个淡黄区 然后另外一个精华区呢 就是它往东北方向 深入到海洋当中的一个半岛 被称为叫浇东半岛 我知道我们从中学是那边的什么 梨子苹果很好吃 对 那边是产生水果的地方 那这个浇东半岛呢 它其实很有趣 它就是 它的南边是一个叫做浇州湾 就是青岛的在南边 然后北边是一个叫来州湾 来州湾再往右边一点 就是类似于像温宜海跟烟台那些地带 所以它两个海湾扼住这个半岛的地形 然后过去之后呢 就完全是一些山脉跟丘陵构成的小型的高地 所以它也不是平原 但两个金黄区中间是平原 我们叫做浇来平原 浇就是浇州的浇 来就是来河的来 就是来州湾的来 所以浇跟来呢 其实是理解山东地理结构当中重要的密码 就是我们通常讲旗跟鲁嘛 可是你会发现旗跟鲁都在哪里 都在那个中间淡黄区的旁边 旗也是在那个淡黄区旁边的 就是基本上那个山 西南边算鲁 然后山过去 过了翻过山就是鲁 但它还是以这个山为核心走的 那么这个今天的交通半岛 以这个交来河 交和来这个它为分界线 往东边伸到海洋那个半岛区 其实它原来不是鲁也不是鲁 后来被鲁给占据了 那个金黄区 我们知道它里面的城市谁呢 就是青岛啊 威海啊 烟台啊 就是随时可以渡海的 对 然后那个地方因为它是海洋山东的概念 所以你会发现说在1860年代之后呢 整个伊安台是山东的第一个开放口岸 就变成租界地了嘛 然后在1895年的这个鸦片战争之后呢 那日本就把攻占了危害 早上当时北洋海军就在危害 就清帝国的北洋海军 是以天津跟这个山东为基地的 其实今天那个中国的这个航母啊 也是围绕辽东半岛跟山东半岛 在青岛跟威海跟大连 就是跟古代清帝国时期的事一模一样 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半岛其实都那个很适合放军舰啊 没错 没错 很多天然两岗 而且这两个半岛就是说你会发现 它在历史当中 它其实是个陆地了 是个陆桥了 就跟台湾海峡是一样的 当年是陆桥 后来这个海平面这个 之后呢 它才会变成海洋 这个概念 然后我们再看到说在1898年时候呢 青岛跟威海又分别租借给德国和英国 总而言之 所以海洋的山东 非常明显的在大贸易这个海洋时代之后呢 西方力量到了东亚之后 它就再次焕发出海洋的这个生机 那早期的海洋力量 其实我们很少有记载 可事实上当年的海洋力量也非常的强大 就是这个当年是哪个当年 当年就是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 整个在今天那个山东半岛 就是我们讲焦州这一带的 那个造船业是非常发达的 也链铁行业非常发达的 对 想不到吧 那个唐代时期 当时的登州 营州 就完全是以这个环补海湾 作为军事注定来安排 好 那山东的威海在唐代 也是非常重要的势力 所以可见就是说海洋的山东 从古至今都非常的重要 只是我们不太了解古代的部分 没有注意到 对 因为很孤陋寡闻 注意到高粱 是 是 是 这是怪莫言 你是看了莫言太多了 OK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再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 历史 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 at 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们回来继续讲这个齐鲁 今天讲山东的第一讲 其实我们今天讲就是山东怎么来的 这个词这个概念很有趣 对它是哪个山的东边 对哪个山的东边 那我们去梳理一下 其实在古代中国的文献当中 山东其实是这个山是哪个山 其实有很多的说法 最早的时候我们讲山东 实际上是这个概念 是秦帝国时期 它指的是华山跟瑶山 瑶山 今天就是黄河洛瑶那一带 整个进入到魏河谷地当中的一个关口 就航谷关那一带 那一大片都是山东了 也就是说今天的河南 在秦帝国时期是山东 其实看谁以谁做中心 对没错 那么这是秦帝国时期 所以那时候讲说春秋战国时期 讲山东六国的概念 它指的就是不是今天在山东省的六个国家 而是在华山跟瑶山以东的六个国家 包括齐鲁 晋 烟都是山东六国 对齐来说通通都是东边 对齐都是东边 没错 就好像广东人说你们都是北老 是一个道理 对不对 你们都北老 可是你看湖南人或者是什么江镇人说 我是北老 我明明是南方人 对不对 这个概念 然后我们知道王维有首诗 叫做九月九日一山东兄弟 对不对 就是变差诸与少利人那种诗 那这个山东兄弟指的是 山东人是在山东的兄弟吗 其实不是 因为我知道王维是唐朝人 对不对 然后他的老家在哪里 是在山西的蒲州 山西蒲州就是山西的那个坟河 快流入到黄河那一带的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古地的这个最南边 所以他的这个山东呢 也指的就是是华山以东 或者是黄河以东的地方 他指的是 他说我议山东兄弟 他议的其实还是 其实是山西的兄弟 对 山西南部的人 并不是山东人 我们这样讲很拗口 当年的山东 对 就是王维的九月九日 议山东兄弟 实际议的是山西兄弟 这样讲大家清楚了 有吗 对 后来呢 这个山东的概念的山又变了 因为到唐代五代以后呢 这个山就变成了太行山 那太行山以东 就是叫山东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山东 指的是太行山 包括河北 包括河北 可是问题又来了 那河北为什么不是山东呢 而且河北不是更靠近太阳山吗 河北其实比较适合当山东 对啊 但是他又在河北 对 可是我觉得把河北叫山东 确实蛮不错的 可以把山东再改个名字嘛 对不对 我们把山东改成叫做河南 不行 因为有河南了 海西 海西 淮北 淮河北部 总而言之就是 山东这个名字是蛮有趣的了 就是反正有很多历史上 很多说法 这是山东 那么当然山东作为一个行政的一个建制 它其实是在女真人 就是在我们女真人的经朝时期才出现的 它是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出现了 山东西路跟山东东路 这个地名 而且我们看到当时的山东东路跟西路 基本上跟今天山东的情况很像 山东东路的部分 东路就是靠海的部分 就是今天的所谓的青岛那个概念 然后山东西路就是济南的概念 大致上讲是比较合理的 那后来从女真人的设置了这个山东东路跟西路之后 以后的这个袁明清 基本上都延续了山东的说法 所以山东就变成 就定了 就变成山东省了 可是山东省我们简称叫什么 现在 旗 鲁 鲁 你知道吗 就我记得我们从前学是两个都可以简称 都可以 我们那边用的是鲁 就是山东简称鲁 当然大家说旗 旗鲁大帝 也会常用 对 所以就是我看网络上很多人讨论说 对 为什么山东叫鲁而不叫齐 大家就搜寻 对 因为鲁国比较小不是吗 对 其实鲁国比较小 可是鲁国的文化影响力很大 因为有孔子 因为有孔子 有儒家 对不对 这个很有趣 就是大家一直觉得山东就是好像被鲁给垄断了 对不对 我们虽然会讲齐跟鲁 可是你说齐是什么 你能讲出来吗 齐是火牛镇是不是齐 真的吗 我不知道 田丹复国 田丹 因为这个乌旺再举 这个在台湾很热门 乌旺再举的举就是在 它也不是齐了 它是一个举国的地方 在今天的日照 举在哪里呢 举就是在 就是我们讲那个淡黄区 再往它的东南角 有一个沿海边 在青岛下面 有一个沿海的山脉 那举国就在那个山脉里边 所以他举国是一个天然独立的地理结构 所以乌旺再举不是齐国的举城 是举国 对最早是举国 可是举国被齐国吃掉 被齐存冰掉了 对 其实我不知道 乌旺再举的典故怎么来的 那你这个可以帮我讲一下说 为什么台湾人那么爱谈乌旺再举 你有印象吗 因为磕在那个金门的山上 对 就是在 应该是在一个 一个劣势的状况 就是比较弱势的状况 但是还是反攻成功了 OK 我也不太确定 是不是跟火牛镇是连在一起 天狠五百事 这个概念 就是虽然你们这个习近平那么强大 但是我们 我们还要是这个反攻中 这个是当年 当年毛泽东那么强大 但是我们虽然已经到台湾来 但是勿忘再举 就是我不要忘掉恢复中原 是这个意思吧 不要忘记 我们其实可以以小博大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好 这个部分 没关系 我们哪怕我说错了 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指证 我是在想 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旗跟鲁 其实比较多的是 我们是鲁很清楚 就是儒家 孔子 旗是什么 好像没有那么的清楚 以后我们会有专辑 在讨论旗的内涵是什么 但是我们会看到 实际上 在这个清代跟明代的文献当中 时候出现很多名称 他们有时候会用东省 就简称东 你已经叫山东了 对不对 叫东就好了 其实也是 也是 山西就简称西 反正就是也会有叫旗 也会有偶尔叫鲁 但叫旗的比较多 叫东省比较多 旗省和东省特别多 所以你看在清代跟明国时期 很多旗用的一定比鲁多 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结论 现在中国把它叫成鲁 据有人是说 是因为中共当年在这个山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时候 他用的就是鲁 就禁忌鲁翼 就是在那个山区里面 那个老区很穷的地方建立一个搞革命的时候 因为旗的就把山东北边其实包进去了 对 旗就是河北 对不对 所以山东北边其实蛮河北的 山东的西边其实蛮河南的 所以真正的山东是什么 我有觉得说很比较独特山东 你说泰山那一带吗 可是那边我都觉得还蛮中原化的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交通半岛的那个青岛跟烟台 威海的山东 海洋山东 反而是蛮像 更边缘的 对更像保留山东的那个独特的气质 对这是我的个人的偏好 你知道我很讨厌农业跟内陆 其实讨厌农业跟内陆 我们要说是讨厌这种农业思维跟内陆思维 就是我如果身在内陆 我还是可以做贸易 对不对 我不要被农业绑架 不要被内陆的东西变得很僵化 这个也很重要 这是我的核心观点 可是今天你看山东 它的省会释放在济南 是很内陆的 然后它的经济中心是在青岛 所以其实山东内部也是很蛮分裂的 他们就认为是说 我们凭什么就被一个济南人来绑架我们青岛 青岛很西化 青岛非常西化 因为它是德国的支援地 喝啤酒 对就有点像北京跟上海的关系 复制在山东里边了 政治中心是济南 可是我经济中心是青岛 就是这个结构 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 是带有奇异跟路的差异 所以你看这个古老的结构 到今天一直在发挥作用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一会回来再回头 再继续讲历史上的奇异跟路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这样看中国》节目 好 我们回来继续讲这个奇跟鲁的源头 山东被称为奇国跟鲁国 其实是来自于周王的分封 就是周国打败 周国这个联邦打败殷殷殷殷之后 在今天山东的地方分封两个国家 一个是鲁国 一个是奇国 鲁国跟奇国的差别是什么 鲁国就是类似于是周国的宫廷体系 在他们的山东殖民地的一个复制品 你说鲁还是奇鲁 所以鲁的地方你看它在哪里 它在泰山的靠近河南这边 它很容易就到了 它不用翻山 你要翻过那个什么泰山 宜山 蒙山 里面还蛮复杂的地形 你才能到奇 所以奇比较远 奇比较远 对 所以它就在山的这边 靠近中原的地方 靠近洛阳的地方 建立一个殖民地叫鲁国 其实你会想到鲁国是什么 就类似于弗吉尼亚 就是英国人穿过大西洋之后 到了大西洋的第一站 就是在美国的第一站 就是类似弗吉尼亚 就是沿着西海岸的13州当中 最早的那个州 所以你会看到弗吉尼亚 也是最保留早期英国的特征 或者是说 法国人到过了海岸之后 在加拿大那边建了一个魁北克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吗 魁北克今天还保留非常多的法国人 还讲法国的 对 讲法文样貌 他会把他原来的文化 就整个就搬过去了 所以这就是鲁的概念 所以鲁是跟州市可以是一体化的 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这个宗族关系 都更加的密切 所以他们会聘请孔子 去当这个国师 我觉得是 对 这就是为什么鲁 就是孔子所在的鲁呢 当时他首都就是渠府嘛 对不对 其实是比较偏重于保留 当时那个州的传统 对 那等到战国以后呢 州的这个文化已经被打乱了嘛 天下已经变成七国纷争的时候呢 所以孔子才哀叹说 就是啊 这个我这个文化已经没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旗又比较大了 对 那时候旗就比较大了 好 这是鲁 那旗呢就变成说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说 我这边鲁是我在山的这边很安全 离我这个洛阳很近 我可以保护住 所以我派我的这个家族的这个亲弟弟 来当这个殖民者来管理者 可是旗翻过山那边遇到了原始人 印第安人 你知道吗 真的是印第安人 就是我们这比喻了 印第安人 就是那我也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嘛 所以他派谁去当那个首任总督呢 就是江子牙 就是有法力的 对 因为江子牙是整个是牧野之战总司令啊 他军力很强啊 而且江子牙是什么人 江子牙他据说他他是山东人 一个人说他是河南人 但不管他是河南人还是山东人 他只是殷商体系的 他不是州体系的 他后来加入州体系 帮助州王去打仗 所以基本上来说我就派一个 就是像麦克阿瑟一样的角色 去代理日本 你知道吗 那意思吗 好 那所以呢 就把这个江子牙就分分到了这个 山另外一边的建立一个国家叫齐国 可是那个齐国的旁边是什么 我们今天谈的很少 对不对 比如我们就知道山东就分上鲁跟齐 好像那边都是齐 可是不是 原来那边不是一片空白 英国人到了美洲之后 发现里面有很多印第安人 但印第安势力没有很大了 后来就慢慢慢慢往西边推 印第安人就被容纳进去 或者被消灭掉了 那同样齐国江子牙面临同样问题 那边的人什么人 就是莱 就是我们讲那个莱州湾的莱 就是彭莱的莱 对 彭莱的莱就是这么莱的 所以这个莱人 他其实就类似于台湾的原住民一样 都分很多族 我们今天把他叫莱国 可是事实上 他是不是一个国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可能 更像我们前几集讲敏玥 就是那个山区本来就很多人 对 没错 汉人一样一路下来 对对对 也就是说这个江太公的 这个建立的齐国的殖民地 必须跟当地的莱人之间 发生这个复杂的关系 所以历史上就发生了 齐莱之战 就把莱国打败 那莱国的也有些 在这个中文史料当中 也有些记载 他们的君主世系 帝王世 如果不是帝王的话 至少也是他的领导人的世系 基本上都有说明 但是我在想是说 这个部分历史史料非常少 可是我们可以推测说 那个莱当年有多发达呢 你从考古当中看到 齐国当年 为了争霸的时候 他从莱地 莱人的地盘当中 一次性的争掉了 五六千名打铁的工匠 你看我们从这个史料看 是不是觉得很夸张 这么多 上千名五六千名打铁的工匠 所以那边产很多铁 而且有在使用铁器 对 这是战国时期 可是我们知道 中国的铁器到西汉时期 在中原才逐渐普及 那为什么那些来人 拥有这个铸造铁器的技术跟能力呢 而且可能跟兵器有关 对不对 所以齐国的兵里面 很多都是来人出身的兵 就好像台湾的很多最厉害的兵 是原住民一样 那个最近在乌克兰战死的 那个曾圣光 也是原住民 那他也是长老教会的信徒 所以你会看到说原住民 他们本身确实拥有那种勇武的品德 所以曾圣光去打仗 他真的是在前线打仗 总而言之 就是曾圣光的案例 可以说明就是原住民 拥有那种武德 对 那同样也是来人 拥有那个武德和技术 齐国就跟来合作 所以某种意义上 有人说齐跟来 其实是一个共同体 上层是齐 下层是来 所以后来齐国可以在战国七雄里面 那么厉害 就是因为他进了来的 他是五霸还七雄 他春秋五霸跟战国七雄 他都有份 你看多厉害 结合了这个在地力量 而且是非中原的力量 他反而是因为在地力量很强 他反而是能够成就他 有点像说台湾 今天台湾 你可以发现说上层有变化 可基层台湾还在 对不对 你看比如说1949年 国民党来台湾之后了 可是底层的台湾 其实是蛮庞大的 那这个台湾 这个底层的台湾 对于整个台湾的发展的贡献 其实我们很少讨论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对吧 那齐国的底层就是来 那今天我们在保留了来州湾 然后来武 然后蓬莱 反正很多这种 台湾又好像有蓬莱什么 蓬莱米 蓬莱国小 台湾被称作蓬莱新岛 对啊 台湾也被称为蓬莱新岛 什么蓬莱呢 这个地方 它的意思就是 是在道家的 观念里面 就是一个仙岛的概念 那么说明齐国的海洋那边 它在让一个仙岛想象 神话想象是很厉害的 那个江子牙 是不是封神榜的 对啊 对啊 也是跟封神有关嘛 而且你知道很有趣 就是我们讲说 儒家 鲁所代表儒家 好像对中国影响很大 可是在秦汉时期 其实真正的主导 这个秦汉帝国文化的 其实偏重于 齐国的这个神仙 阴阳思想 因为我们知道秦汉时期的那个儒家 不都是走的称伟学说吗 就是都是算命嘛 说了哪里吹什么 什么祥照啦 然后帝王该怎么 该怎么样啦 对不对 那个其实都来自于齐国的这种阴阳家的思想 从山里面得来的灵感 所以对 是大山跟大海当中得来的灵感 所以他当时这个齐国的这个政治神学 他到了这个汉代之后呢 他就渗透跟改造了儒学 就变成秦始皇的什么武德始终说 武德始终说 他什么也什么颜色 什么德 金属水火土 对对对对 什么水德之类的 然后这个理论就来自于齐国的 一个叫谈天眼的人 对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齐国 而且他服务了好几代皇帝 很像王沪宁你知道吗 王沪宁也是山东人 而且也是就是偏齐那边 就是今天偏那个来地那个地方的人 所以他也服务于三朝元老嘛 他帮这个中午的新的这个总书记 提供意识形态嘛 对不对 我在想说 王沪宁跟谈天眼可以有的一比 好 总而言之 我们今天就是讲那个 山东那个齐跟鲁的这个不同 以及齐跟鲁如何变成山东 还有他们的这个背后的齐鲁文化当中 对后世的影响 其实想告诉大家说 其实山东的不是铁板一块的东西 我们不要被一个简单的山东给蒙蔽住 那我们下一讲再会仔细去讲 齐跟鲁到底是什么 好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